不同共軍三部石鏽軍力 我軍秘而不宣 屏東九棚基地 不管白天黑夜 都會安排固定試射 而解放軍當然也想知道 我軍戰力深藏不露的秘密武器 16號國防部公布中共運8 侵擾東南空域航機圖 共機幾乎天天來 但把海軍公布的操演空域相疊對比下 已經進入我空域演習管制區 等於直接進入蘭嶼徵收 目的其實很明顯 專家分析雖然我方是演習 不會出全力 但這參數被蒐集久了 對岸逆向工程推算回去 就能掌握我方飛彈參數 它最高的高度到達多少 比如說我們的射高最高到達70公里 它乘以3 就知道這一枚飛彈的有效的最大的射程是210公里 對此海軍透露演習都會有反制作為 因此對方會盡力來偷數據 而這也不是第一次了 而我方反制作為當然包含 戰機區離世一步 但其實負責東南空域的主力基地正式去制航支援的幻象2000 但因為目前衰機天安特檢中交由雲家的F16V ADF支援 新竹幻象改由台中航其他各基地都有主責空域 難保對岸不會趁我天安特檢之時增強海空擾台力道 國防部也表示不只飛機 軍艦進入12-24海里 我方都會事實報告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